日盟谈谈谈案在进行发布会时 孙红雷突然在线Q杨子 你恋爱了吗 一句话直接让杨子蹦打起来连连摆手 而旁边的娜英也跟着问了句 真的假的 孙红雷听着杨子的否认还调侃道 我在网上看到的 你不能不允许我上网啊 给杨子急得直接双手打岔寻常在线辟谣 一个字 绝 看来孙红雷也是个武技冲浪少年 众所周知前段时间 杨子和张艺兴不知怎么的突然传出绯闻 后来杨子去向往的生活做客 张艺兴和他也亲自辟谣了 但后来两人之间频繁的互动竟然让网友频频上头 纷纷咔上了两人 网友更是给他们起了CP名一辈子 主要还是两人太甜了 一会儿一起重重数开开拖拉机 在团队没有沟通的前提下竟然还能撞情侣睡衣 就连黄泪与何炯都带头前线两人 你说观众能不可吗 两人自然而然的甜蜜程度 也怪不到孙红雷能在杨子当场否认后 还亲自发出疑问 你说假的 是指谁 好家伙 你这就差把张艺兴三个字打在公屏上了 杨子更是被逼的直接喊出 我单身 我是实验女强人 不过之后孙红雷还是替杨子公开招亲 那你们觉得谁更合适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哟